就是这个问题 就是这个mid mid 比如说从开始 其实这一题其实也可以用laps 从开始取四个字 就是0051 所以其实如果用插入函数 我们用mid 其实mid 也是一样 mid M-I-D 我是建议慢慢你要习惯 看懂前面这些讯息 到底他问的是什么 因为以色谈还蛮奇怪 就是说前面这个讯息 他都没有翻译成中文 所以有的时候很多同员 会容易不能理解的 应该是这个前面 到底这什么意思 其实慢慢你习惯发现 其实他前面的这讯息 都会重复出现 每个函数大概前面出现的讯息 归纳起来大概就几种了 未来会慢慢在不同的函数里面 会跟各位分享 反正你将来看懂前面的讯息 你就比较知道说该怎么做 像这边也这样 test 文字 然后star number 从开头就1 取几个字 4个字 所以输入4 那理论上应该是0551按确定 可是呢 结果 我这边居然是正确的 刚刚同学有发现过一个问题 因为呢 我们好像预设是文字 格式如果是文字的话 会怎么样 你会发现出来的结果变这样 如果你向下填满 变成这样 有没有 所以未来如果你将来 假如你希望是看到是0551 结果出来的话变成 是他原来的公式结果的话 那你就要去思考说 哦 这个背后应该是出现错误的地方 按右键 出成个格式 原来是 如果假如说 你的那个类别 是预设是文字的话 那他就会把你输入的公式 当成是一连串的文字来解析 就不会把他当成是 一串有意义的公式哦 OK 所以如果你用文字按确定 他就出现这个结果 那可是问题 如果你要把他恢复的话 很简单 只要把文字改为通用 按确定 但是你会发现 奇怪 他为什么没有恢复 最主要原因是 你还要再做一件事 把他再打个勾 让他walk一下 OK 因为改完之后 他没有再帮你执行过 所以你必须 在那个公式里面打个勾 这样就OK了 应该跟他同学有发现 这样要填满 应该就不会再发生了 其他部分可以用改的 第八个字取五个字 所以你可以把这个改成第八个字 这个其实也可以直接从公式里面 改一下 因为每个不一样 取五个字 打个勾 这样就把same 然后这个的话 第三个字取两个字 这个改三 所以其实也可以直接从公式里面 取两个字 打个勾 这样就可以 好 其实甚至未来 这样取两个字 你输入99的话 打个勾会不会取99个字 不会啊 打个勾还是两个字 也就是说呢 你将来如果输入一个比 剩下 剩两个字 你如果比二还大的数字 他还是会给你两个字 他不会因为说 你给一个很大的字 他给你很多都不会 为什么特别讲 因为后面我有一些地方都会取巧 就是说因为我懒得就算说后面有几个 我就是给他一个大于他 所有他的长度 那我意思是说我后面全部的字 我要 那就输入99就好了 有些取巧 所以有些地方 可以用自己的方式去想一个 让公式又简短 然后呢 结果是正确的好方法 所以可以做一些变通 其实我尽量还是提供给各位 我觉得我刚好 以前同学遇到最多长错的错误 然后把这些特别提出来 至于我可能没讲到的 并不是不重要 而是说 可能他相较于前面这些东西来说 可能重要性没那么高 或者未来也会讲到的话 也许我就先放在后面再来讲 好 那再来的话 最后我们来看VBA部分 那VBA他可以做到什么 像刚刚这些 我们不是要输入工资就打勾 然后像要填 可是未来如果你希望做出两个按钮 然后他可以 一个是清除 一个是直接就输出结果的话 有没有 像这个 就是所谓VBA 一个是把他清掉 一个是再把他结果就丢过来 所以也就是说你将来如果有 大量的栏位 每天都做一样的事情 那其实你应该可以思考 把它做成按下去 反正都一样 只是差别可能是列出不同 或者是说可能有一些参数修改一下 大部分都一样的话 那你就有必要 而且甚至可以不只是单一个栏 可能很多栏 真的很多工作表 很多工作部 全部都可以 那只是因为我们现在先从小范围开始 先从单一个 慢慢以后可以扩展到外部 比如说你有很多工作表 工作部 其实概念都是一样的 OK 那怎么做 首先第一个 这个清除 跟串接 那方法当然第一个 请问一定要先把开发人员做出来 像这一个这两个按钮 基本上呢 还不用写程式 为什么 因为是用录制聚集产生的 那我刚刚讲过录制聚集 不用写程式 可是你不用写程式 可是要怎么做 如何录制聚集 首先第一个 请问一 先找到开发人员标签 怎么找出来 上面有个箭筒 其他命令 自定功能区 关键在这里 自定功能区 请你把什么呢 开发人员这个打勾 按确定就可以了 那预设的话是不会出现 也就是说一般人 是不会特别去把它开启 因为Esser预设是没有开启 那什么时候会开启 就是你即将要学VBA的时候 你才会去开启 所以有时候你可以看一下 你旁边身边的同事 看他Esser上面有没有开这个东西 你就知道他的功力在哪里 他如果开启的话 表示他应该有在用这些东西 否则他没事不会开这个 如果你旁边同事都没有开这个功能的同事 他应该也应该有违纪意识了 这边应该没有开这个 楼应该越远少了 我之前有问过有一些同学来上课 就是因为他看到旁边同事都有用这个功能 然后他就觉得 哇 那同事好厉害 我都跑过按钮 哎呀呀 事情又做完 他就觉得很好奇 就问他说 你怎么会这些东西 所以他就跟 那个同事跟他讲说 你就要来报名这个课 他就来这边学习 OK 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 就先开发人员打勾 按确定 第二个的话呢 要做到这个功能的话 接下来呢 你就从怎么 常用切到开发人员 使用这个所谓的路质趣旨 路质趣旨 OK 关键的地方 那路质趣旨 这边质趣 那其实有点像那个 我们路一样 你就是要从头到尾 你只要做的动作 都是正确的 也就是不能NG就对了 OK 因为你做错 他就路下来 那就也都错了 所以NG要怎么 重来 不然的话 你路的结果先跑 结果跟你要的结果不一样 那怎么办呢 我建议你先彩排 彩排 然后把动作记下来 再开始录 不然的话 你没彩排 你第一次就做错了 那做完之后的话呢 再来我们就可以让它执行看看 如果OK的话 再把按钮给变出来 你会发现 这旁边的按钮 就可以walk了 所以待会基本上 它还不会写层次 但是你要知道说 它层次写在哪里 那个叫去期 其实也就是VBA 怎么做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第一个呢 我们大概动作 这个公式先不要删掉 没关系 那基本上 要按这个按钮 请各位特别注意 它动作 请你把游标放在这个储存格 这个12储存格以外的储存格 你不能直接放这里 因为如果你放这里的话 你第一个动作 你没有入进去 它就会不知道说 你要点这里 OK 它就本来就最少这个动作 结果也是错的 OK NG了 所以一 先放外面 然后一 先踩盘 点这里一下 二的话 公式不用删掉 直接把游标放上面 打个钩 表示说 我把这个公式输入 记录到我的程式里面了 三 就是直接讲 快点两下 这样OK了 所以一下外面 1.12 所以它帮你录一行叫 Range 12.slate 二的话 就是输入那个formin 就是它的公式 三 快点 就是它是autofill 自动就帮你填满 所以三个动作 清楚的话 就是什么 游标一样放外面 请你游标放在这上面 一样 跟刚刚的动作一样 1 Range 12.slate 2的话 建议不要用滑鼠 这样拉 因为我们要选取删除 我建议你一定要用一个快速键 就是直接选到这一栏的最下面 Ctrl Ctrl and do Ctrl and do 如果你用选的话 以后选到110列 那将来如果你的列数有增加或减少 它就固定了 可是如果你用Ctrl Ctrl 向下的话 以后如果有增加或减少 它会自己去跑 因为它是向下追踪到的 Ctrl 向下是追踪 加一个Ctrl 就是选取 OK 所以你会发现 如果你现在没有按下追踪 你要上 有没有 就是这个范围的最上 这个范围的最下 Ctrl 向左 向右 这个就在这个范围里面去跑 那如果你增加一个Shift 就是选取 OK 所以基本上应该就是这个概念 那将来当然我也会教各位 就是程式里面也可以加 向上下左右去追踪范围 只要这个范围 你就可以知道边界 那你可以自动帮你把这个范围里面 所有的资料做复理 OK 不过这个我想 待会再讲 Ctrl 向下就按这个列车 这样就有三个动作了 所以分别把这三个动作录下来之后 那我们就可以产生 这两个东西 这两个 录完之后的话 你可以到聚集里面看看 也许我第一个名称叫什么 手机号码串接 你可以执行它 聚集第二个 手机号码清楚 可是如果你觉得这不方便的话 你可以再产生两个按钮 这两个按钮怎么出现 插入 表单控制向这边有个按钮 按住它之后 直接在这个地方拖拉 放开 它会问你说 请问一下你要执行哪一个区集 那我要执行这一个 我是建议你可以把这个名称复制一下 为什么呢 你按确定就知道了 因为它叫按钮12 所以你可以把这个名称贴上去最快 这样就OK了 另外一个也是同样的方法 插入这个 这里的话我想请各位试一下 先彩排 彩排完之后就开始录制 录制的话就是按下去 名称的话就直接给这个 输入二好了 名称不要一样 那你就会 一有没有放这里 二打个勾 三项要填满 因为我这个公式被删掉了 所以我是建议你先不要删掉 或者的话如果你删掉 你要自己重打 反而容易出错 我是建议原来公式 都在的情况下来做 请各位试一下这个部分 画面先还给各位 试一下 录制聚集 先彩排一下 然后再按一下录制聚集 把名称输入上去 我刚刚那个名称叫手机号码串 你就把刚刚那三个动作做一遍 录下来然后去执行看看 如果执行无误的话 再产生按钮